烤鱼是我们惊险 从马来西亚进口的那种新鲜的鱼 所以你吃起来它的肉会偏甜 偏新鲜 这一道锅包肉 它外面很脆 然后里面它会有一种嚼劲 今天带你们去韩国著名品牌 Care Art 现在我们就来喝喝饮料 Marigold的豆奶泡杯 听说你这里有一项 非常特别的护肤療程 就是把辣油滴在脸上进行刮沙 请问是真的吗 Joyou Go Shopping 星爷就你去shopping 不论多寡 但求何事 今天我们聊一聊我们购物的断舍离 在我们聊之前呢 我们先邀请我们的特别嘉宾 Shirley跟Sugi 大家好 我是Sugi 我是Shirley 还有我是小凳子 有人问你 请问 这位是谁 为什么后面冲出来一个人 她很会抢戏 我跟你们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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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我们聊聊下 Shirley最近会很忙吗 还好还好 还可以应付 老板娘 老板娘 是 我分配时间很厉害 什么时候是照顾孩子 什么时候是做工 什么时候是来录节目 有孩子了 2乘2 2乘2 加1 加1 大概有 9个孩子啊 哇 那么多 你数学你回去学校啊 5个孩子 我不想不礼貌 不过你大概几岁啊 23 没有 太紧张讲道法 32 真的吗 还是很年轻啊 你最大孩子多少岁啊 15 这个是不是完全就是辣吗 是 这样你就是一般上都会在自己的店内 就是卖那个 积工包 对 然后还有自己在网上做一些小生意 在家里有空的时候 什么东西好卖 我就介绍 你可以赚多一点钱 苏比哥呢 其实小时候 其实小时候我都在看 苏比哥的综艺长大的 在乐乐我 你也有看乐乐我啊 有 小时候有看 最近还是有在主持一些节目 儿童节目 乐乐我时段还是有的 今年其实非常特别 因为今年呢 我第一次在第五播到有演一部戏 今年也第一次我拍广告 然后今年我也第一次在苏比阿演一个 讲马来话的一个角色 那你们两个是属于冲动型 还是理性型的消费者 曾经是冲动 现在行情不好是理性 我是比较中和型的 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会很理性 但有一些东西呢 我就会很放肆 球鞋我一看到 没关系 几百块我买 限量版没关系 买直接出直接买 你知道吗 在食物方面呢 你们呢 也是会理性吗 还是就是 都可以 好吃就好了 食物好吃就好 不会去想这么多 除非它是 一两千块一餐 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呢 是大家都负担而且又好吃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我们 Go 小侦探 带我们去吃什么美食 Fanny 你今天要带我去哪里 我揍你来吃点特别的 跟我来就是了 走吧 今天来带你吃 道地的东北菜 我们今天给大家先介绍了 这是什么 皮冻 他们是经过就是那个猪皮 然后熬 然后就用那个 然后把那个猪皮 真的是熬成非常浓缩 然后被把它解冻 好有弹性 你看 好像就好像在咬Jelly一样 它真的就是很Q弹 然后呢 那个味道 一点腥味都没有 来 下一道 没错就是你的Favor 辣子鸡 这个辣子鸡呢 大家可以看到颜色不一样 一般辣子鸡 你会发现到大家都叫找鸡 但这个呢 你其实一拿起来 就可以看到它满满的鸡肉 很脆 然后夹到里面的时候它很嫩 因为它是用鸡腿肉 而且鸡腿肉要包含这个鸡皮 才可以炸得出来 这样子又嫩 但是又滑的感觉 怪不得这么好吃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玉米饼 这个叫什么 东北一锅粥 一锅粥 东北一锅粥 对 这个锅贴它一点都不干 吃起来有点 像玉米饼 对 这些烧烤炭的特别之处呢 来到这里集品箱 它其实是用碳烤出来的 我还算是第一次吃到 用碳烤出来的油麦菜 来试一下 它很脆耶 再它有一个淡淡的炭香 然后那个菜呢非常爽口 非常脆 那你试一下 烤牛肉串 其他的地方吃过 它很很难咬 知道吗 但是这家不会 这个烤面包其实是 他们的独家米方烤出来 它上面除了一层鸡蛋 对 它有糖 白糖 白糖 对 那当然我们吃串烧也少不了 羊肉串 然后鸡翅 鸡中翅 豆皮包菜 也叫菜卷 烧烤好好吃喔 好喜欢吃烧烤 哇塞 你看是不是 不是 所以你们千万别说话 多吃 爆酒 耶 刚刚我们看小侦探吃了 真的很好吃耶 看起来口水一直在喷 真的 卖相太好了 你们都喜欢吃东北菜吗 看到这个真的 口水喷出来想要试试看 口水还是很想一直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马上来请我们极品箱的负责人 阿飞 来为我们介绍美食 嘿嘿嘿 掌声欢迎老板 大家好 小凳子 你是要我们用手吃吗 那老板 这两道菜有什么特点 要跟我们说一下吗 首先呢先接受烤鱼 烤鱼是我们精险 从马来西亚进口的那种新鲜的鱼 所以你吃起来会 它的肉会偏甜 偏新鲜 你看开始吃的是鱼的鲜的味道 接下来你才会吃到 多一层次的麻辣的感觉 哇现在我们就话不多说 来吃看看它这一道农夫烤鱼 哇这样闻是很香的 哇 因为肉很肥美 而且真的是没有那种腥味 最主要是没有土腥的味道 真的 感觉上是海鱼 不过它还有那种淡水鱼的那种清香 卖相很好 然后呢其实因为它的鱼的口感很滑 吃下去的时候其实鱼鲜味先尝到 那个辣味再搭配进去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它那个脚麻 也不会让你整个觉得嘴巴很麻 那种感觉 完全不会 那接下来这一道呢 锅包肉 所以这道菜呢 一般我们会精选 猪身上仅有的两条的肉 福建话叫霸头 就是鲤鸡 纯瘦的 那老板讲到猪的那个部位 对我们直接可以让小凳子 你拿小凳子来比一下 到底那个什么礼姬 礼姬 对 到底是在哪里 OK吗 大概是这个部位 背部的那两条肉 为什么叫做锅包肉呢 对啊 这道菜是有缘油的 哦 所以那个主持人是为了招待俄罗斯的高官 他自己弄了一个酸甜的菜 最开始不叫锅包肉 叫锅爆肉 锅爆肉啊 所以后来我们改 我们在北方叫Lady菜 是小孩和女士比较喜欢的 哎呦 哇 咔嚓咔嚓声 观众有没有听到 再听一次 哦 我相信它要是刚刚出来很烧的时候呢 它外面很脆 然后呢 里面呢 它会有一种嚼劲 再吃到肉 我觉得它有三个不一样的口感 对那种外脆内软的感觉 然后又酸酸甜甜的 挺棒的 是好吃的 这个而且很开胃 谢谢老板 今天带我们吃一轮东北菜 谢谢你 谢谢 谢谢老板 谢谢 谢谢 现在呢 我们就来喝喝饮料吃是甜的 哎呀 多贴心啊 你是不是 算我们节目我一定很照顾嘉宾 真的 谢谢你 今天我们要喝的是什么 要吃的是什么 Marygold的豆奶 POWER B 你们有喝豆奶的习惯吗 我有喝豆奶的习惯 我蛮喜欢喝豆奶 豆奶是什么做成的 黄豆 豆奶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可以跟观众分享 对皮肤好 嗯 白白嫩嫩 高原子 对 我们现在马上来试喝看看它的豆奶好不好 而且它豆奶有分少糖 原味跟无糖的 干杯一下 来来来 来来来 谢谢 不错 你的是无糖 我的是少糖的 少糖 它的甜味刚刚好 我觉得很适合那些可能要养生的朋友 想要直接去到等一下无糖那边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交代 我觉得这个豆奶的那个鲜味 已经没有就是没有糖也无所谓了 就是它已经有那个原本那个豆的原味 就它的大豆很香 对 没糖也OK 原味的我想要试试看 其实没有差多少 这个是我很适合的 我通常喝还比这个还要甜 你看啊 所以我觉得它的全糖也 那个甜度是 也不会很甜 也不会很甜 其实我在家呢 有小小的下厨一下 做了这道甜品出来 所以你这个是用 Merrygold的豆奶做的 所以等一下可以吃看看 那个豆奶的味道 我们请小凳子上菜 来了 OK 所以这个吃的重点当然是 那当然是豆花 对不对 这个是你做的啊 你会做豆花 如何 很嫩滑耶 而且它是这样很QQ的 很好耶 还可以做这种料理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豆奶 还有不一样的做法 真的除了喝之外 你还可以在家中做一些料理 这个一整瓶的豆奶 然后再加那个燕菜精 然后一些糖 然后再加那个板楠叶 还有水 要煮吗 要煮 可是很快不 过程不到二十分钟吧 很开心 你们都很喜欢 这道甜品最重要的是 我们Merrygold的豆奶 谢谢你介绍我们的豆奶 很棒 不客气 大家先去超市购买哦 你好 你好 Joyogor Shopping 好物推荐 今天带你们去韩国 著名品牌 Care Art 那这个平底锅 有个七层的marble coating 它不沾锅 也能减少八十巴仙的油烟 它可以和煤气和电磁炉使用 它原价是六十五块九 可是现在只需四十块哦 哇 而我这个呢 它就是Titanium 太金属制成的 它同样也是使用 不沾锅材质制成 它的把手呢 也非常容易抓 节能省电 预热快 所以呢 妈妈们赶快用它来煮美食啦 原价呢 是七十五块九 我现在只需五十元 海包送货 妈妈们赶快带走 我们现在吃完甜品呢 现在我们就来美容的环节 我最喜欢了 女生应该都很爱保养吧 你试一下 不然你觉得我能够保持到这么好吗 这样也是啦 她很喜欢 我很需要 五个孩子的妈 还可以长成这样子 真的 合理吗 其实保养这种东西 我们那种大男生 其实很少保养 最多也是买一些洗面乳 然后玩了 可能有一些时候 就会放一点点润敷霜 就没有了 就很简单 所以今天你要介绍的是 是怎样的 是 今天我们就要 带我们去一家美容院 我们的狗小侦探呢 会带我们一探究竟 Cindy 今天我会带你去做一个 非常特别的护理疗程 不就是护理疗程吗 有什么特别的啊 你有试过把辣油放在脸上 进行刮沙的吗 哇 那么刺激 没有 没试过吧 没有 走 但你体验一下 好 Let's go Hello Peggy Hello Peggy 你好 你好 Hello Peggy 你好 Peggy 听说你这里有一项 非常特别的护理疗程 是的 就是把辣油滴在脸上进行刮沙 请问是真的吗 是真的啊 而且它做了 你可以让你整个放心充 让你的身心会很舒服 我不肯试耶 Nin 你要不要试 会痛吗 不会 很舒服的 可是我还是会很怕耶 不如我们找一个特别来宾来帮我们试好不好 好啊 也是可以 我们来邀请Jason Jason Hello Jason 你好 你好 Jason Hello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找Jason来做这个好不好 可以 好的 那我们就把你做得更帅好不好 那我们就请进吧 走吧 所以现在我们就先让她的皮肤先干净 我们才做这一个钻石磨砂的这一个疗程 对 那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钻石磨砂 那我们就要调她的这一个的度数 这个是有一个吸的一个感觉的是吗 对对对 很像吸尘剂在吸 但是做了 但是做了 做了过后 她放的产品啊 还是你用手去触摸 你会觉得 这整个皮肤就比较光滑之类的 那现在我们磨了这个钻石磨砂呢 那我们就会跟她开始做的这个就是挤黑头粉刺啦 哦 Peggy看到蜡烛有四种不同的 对 有什么选择呢 这个蜡烛呢我们就是依照不一样的皮肤 就要选择不一样的精油抹在顾客的脸上 对Jason来说 因为她皮肤会有一点点敏感 那也会干 那我们就会选择粉色 她这一个就是可以镇定皮肤 那么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有补水的作用 对 那我们通常都会先抹在脸上啊 让这一个精油和顾客的这个的温度 加在混合一起 它的分子出来了过后 我们才开始做挂杀 哇我看Jason这样子那么舒服 早知道我自己去做啦 Don't say Bojo 等一下就来邀请我们的Fresh Skin的负责人 Peggy 来为我们讲解这一项疗程 好掌声欢迎她 而且是两位嘉宾 哇 其中一位就在她的肚子里头 恭喜 恭喜 谢谢 我们都很好奇 这个蜡烛怎么可以用在脸上 通常蜡烛就很像 它出来的时候就会变干嘛 对 但是这一个就是觉得说 咦 它不会 它反而整个的感觉给顾客就是 很舒服 很清香 就它跟你现在所闻的 跟点了过后闻出来的味道 是完全不一样 四个不一样的颜色 它都给不一样的皮肤 那我的其实是比较 你是属于比较暗淡一点点 好 可以看得出你会有一点点的缺斑 不够光泽 不够 因为你会有一点皱纹 皱纹很多 很像你这里发现 因为我都不保养的 对 那比较适合哪一根呢 其实你的皮肤你可以用在这一个 对对 这一个樱桃是给它皮肤可以跟你结实 可以让你的皮肤更加提亮 这位美女呢 你的皮肤其实你的皮肤是内油外干 但是我们主要是控油 这个是专门给豆豆跟控油 试一试可以吗 可以啊 那我们就试在手上 好 因为手上的皮肤跟我们脸上的皮肤 都差不多一样 所以你会建议说 这个是我们买回家 然后自己处理吗 不能 因为它这个你需要配搭我们的仪器 或者我们的刮痧板 或者我们的手部按摩 它的效果 就是它经由伸透进我们的皮肤里头 它的那个效果达到会更加好的 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在家 就可以这样随便拍拍拍的 不能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拍 你没有走到穴位 你没有提升到你的皮肤 那它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效果 那你就只是这样涂上去而已 要购买的话 要怎么来处理 这个我们不卖给顾客拿回家 完全不卖 那就是介绍给顾客 知道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加进我们的疗层里头 让整个的疗层达到更美的效果 通常这样子 他们都会觉得很热对吗 确定不烫 那我就弄倒 来 你的手给我 那我就这样子 我们这样面前看有点可怕 很温耶 很温温的 你看它有边 它没边辣 那我就 所以在店里面 就会用你们特殊的按摩手法 对 但我们不是按手 按脸 对 这是在脸部的 对 这个按下去 整个那个人 要飞了 就是很放松的 虽然现在我是按手 但是我是在走穴位 你可以感觉得到 而且它清姜全部跑出来的 它的味道又很舒服 舒服 不会刺鼻 不会太像 不是很浓 清淡淡的 所以你看如果它是一个辣 它现在都已经会僵 就是会硬 但是它不会 它还是一个油 对 你看得到吗 这个好像也有美白的状况 有看到吗 这个好像百学公主的手 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边其实有毛孔 然后它这边的毛孔 其实已经变小了 是 很明显 我好奇 在哪里 我也想要去 我们的美容院在Buggies Cube 那是在0418 我们有一个促销的活动 那它的原价一次是188 但是现在我们只是促销68块 超好多 这很多 而这个68呢 它是90分钟的疗程 就是我们都会跟你做一些 脸部清洁啊 这一个辣油 包括刮沙 包括按摩之类 就是90分钟 所以就是full step 这个很full step 完全不偷工锦料 没有 那我们今天只是 谢谢Peggy的我们节目 谢谢 如果大家想要体验的话 记得到店里去体验啊 谢谢 很香真的 很划 我的手从来没有这样划过 好润 而且刚刚它的优惠 真是超级划算的 如果大家想要去的话 可以去那边做做护理 像我们Sugi哥 可能脸就会光滑许多哦 省钱啦 68嘛 真的要快点去 不然等一下不到了 真的 而且有看我的节目呢 就知道我们所有介绍的美食 跟这些美容护肤产品呢 都是非常值得的 所以多多收看我们的Joyogo Shopping 因为我们会带你们去吃好吃的美食 还有更多优惠 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 我们也谢谢今天的来宾 谢谢 谢谢小邓车 谢谢老人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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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